无数丧尸飞快地冲了出来 队员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慌忙拔枪射击 可他们还没意识到 这次的袭击不同以往 这些丧尸不但速度快地吓人 更可怕的是似乎拥有了智慧 两人刚跑到车上 丧尸竟徒手拆掉了防护网 抓狂的女人抄起了家伙 可回头一看小飞已经变异 幸好强哥及时赶到 眼看队员们一个个被哭倒 上面的牛仔疯狂地射击 可丧尸的数量反而越来越多 关键时刻艾丽丝大爆发 疯狂地收割着丧尸的生命 但突然眼中闪过保护伞的徽章 保护伞公司竟然在他的脑中植入了芯片 随着艾丽丝被控住 场面顿时更加岌岌可危 牛仔疯还来不及撤退 丧尸们就已经爬上了高台 现场的惨状如同地狱 监控的那边却只是冰冷地搜集着数据 就在这时艾丽丝终于摆脱了控制 非常炸裂的一部科幻大片 千万不要错过